好 现在比赛开始 大防晓 到底脚刘正面对赵瑞的防守 另一个三分球 简浩不求留底线 其实这种球特别值得中国南篮重视 刘正反过来 回敬赵瑞一个 这球刘正打进 而且在运用身体对抗之后 保持身体平衡 运用得不错 可以撑到的东西 刘正 等于还了刚才周琦三分球 你看各位可以想 传腰以下的传球是难度很大 要接下来 到内线了 还没打进 这球是刘正自己控制球到内线 出到内线得分 速度足够快 抢到一块儿去了 再说就这么进了决赛之后 这次亚远会南篮比赛 最好的两个大中风 新一代的周琦和老一代的何达迪 将在场上正面对话 这次刘正突然杀一回马枪 和刘志轩 这也算是CBA总决赛里的老对手了 中旁 往前 护球 队方又是反击 还是给刘征 就给刘征一轮了 刘征这两次反击 加一次 放着这边把节奏控制度 跟对手 机长置意 这样的话 比赛结束 中国南篮是86比63 23分的优势 战胜了中国台北 取得了决赛权 我们现在9月1号 决赛当中 中国男女男分别面对 韩国和伊朗